其實來到台灣以後 他呢 就是曾經找一個人 那個是一個昆仑仙宗裡面的一個高人 那他找昆仙宗這個人去看地 那個人是因為六歲就進皇宮 那麼學天文地理 所以呢 那麼之後呢 這個人有發誓說 我不可以直接跟你講地理 可是你如果找到地理 好 我會跟你點頭 不好 我人家的 因為我不說嘛 我發誓我不能講嘛 但是我可以點頭嘛 所以後來張祈雲找到了這個 一個他要蓋遠東大學 就是文化大學的前身 就是現在的那個 楊明山的那個中山樓位子 本來他要蓋大學要蓋這裡 因為張祈雲 文化大學本來要蓋在中山樓 對 那塊地原來是張祈雲 張祈雲也會看風水 他是學地理的 所以他認為那塊地 是一個非常好的寶地 那後來老蔣看到了這塊地 居然是九五之尊 是一個龍 像一個龍椅 就是坐在最高的權力的位置 那還讓你張祈雲拿著 不是讓你張祈雲嗎 是不是 那時候張祈雲等於是他的秘書嘛 就是總統的秘書 後來呢 老蔣自己拿了羅盤 那麼他看了這個地 老蔣拿羅盤是誰告訴我 是文化大學 以前我的那個外移學院的院長宋恵倫 他跟老蔣是同鄉 也是那個就是那個他的外交官 然後他說老蔣看了以後就跟張祈雲 要這塊地 那張祈雲當然沒辦法 就給他嘛 給他才搬到現在的文化大學 現在的華岡地 好 接下來不得了 因為我等於從大陸輾轉到台灣來 我總不能再讓人家請下來嘛 那所有的九五至尊的地 我都得去張祚 中報 是啊 你現在可以參觀幾個位置 這個你如果到了這個 這個陽明山 陽明山你可以在陽明山公園裡面 看到一個銅像坐在那個位置 就是風水點的九五至尊 旁邊還有立了一根 這個柱子上面寫這個 這個謝東明的 那時候謝東明是他父位 是九四 就是差這個位置 所以就你所知 真的是好的地 你都被蔣介石給拿走了 是啊 也算是批印到蔣經國 讓他的兒子施政平價 還可以這樣子 對